OK同学们今天我们来看这个 虫哦那我们用 纤维镜来看这个虫那么这个虫可能你 比较在家里常看到 那么通常是要下雨的时候这个东西会出现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 啊 用纤维镜来看好 现在我们已经在纤维镜这边了那么我就放这个4倍了 所以你看到他是正在动了 那么我再 啊 focus多一点 那么你看到这个 啊他是我是用胶子来连着好 所以现在他 还在动着 他还在挣扎着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清楚他的这个 啊很细哦他的脚啊是 然后也是有毛发的和蚊子一样哦 所以这个如果我 啊他还是很活跃哦 所以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小的勾哦你看他的脚是有一个 啊勾着那么可能给他方便去 爬行哦 OK我们看到这个头部 这个可能是他的头部 好这可能是他的头部 OK我们再focus一点 好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这个应该是他的呼吸器官啊 然后他的这个翅膀哦 啊这个可能有时候他的这个 啊这个可能有时候他的这个 应该是心脏的东西这个 他的心脏来了 我说你可能你你要用显微镜才可以看到啊如果你用肉眼这样观察是看不到的 所以呢我现在 啊这个是真的是他的翅膀哦 那么翅膀也是很多那种 毛发这样的东西哦 可以看到的是好像这个 我们剪短头发那种样子哦 OK我们看其他的部位哦 看下有没有一些特别东西可以看到哦 啊这个不懂是什么了 这个不清楚哦 OK这样看到吗 啊可能你看到那个玻璃胶脂罢了 他的这个组织玻璃胶脂的这个成分 所以我现在去回 OK OK这全部都是 比较黑哦 OK这个应该是他的翅膀来的 啊翅膀组织是这样的哦 那么显微镜才可以看到哦 OK现在我放 这个设备哦 那这个显微镜是写这边设备哦 那么我就再观察多一下 啊这个更清楚哦 我们看他那个心脏哦 的地方 这个不懂在哪里 啊就在这边了 啊这个应该是他的心脏来的 啊 这个有可能是他的那个 卵哦 这边哦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哦 哇还在动作了 所以这个活生生你可以看到哦 那么这个就是放了10倍哦 那么40倍你可能就他比较模糊一点哦 而且要很近距离这样看的而且那个如果是40倍的显微镜他是要 这个盖波片哦盖到完了才可以看到东西哦 那么现在因为我要把这个 你看到这个昆虫啊那么我要活生生看它哦 所以现在看到这个是比较 哇精彩一点这个哦 那么这个就是你平时在家里看到要下雨之前 你会看到的虫了哦那么今天我们就 看到这里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